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秀妍升于1955年10月 天津市人 曾任共青团青海省委书记 青海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组织部部长 青海省委副书记 青海省省长等职 2010年 宋秀妍进京 担任全国副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 直到此次卸任 2017年10月 宋秀妍当选 为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宋秀妍简历宋秀妍 1955年10月生 女 天津市人 生于辽宁辽阳 197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 1993年8月至1995年12月在中央大校韩寿学院领导各部班经济管理的专业学习 大学学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1到1976年 新宁切禄分局店 物段报物领班 团支部书记 197月到1983年 新宁切禄分局 政治部宣传部干部 副部长 1983到1983年 共青团青海省委副书记 1983到1988年 共青团青海省委书记期间 1985年9月到1987年7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治教育专业学习 1989到1992年 青海省海东地位副书记 1992到1993年 青海省劳动人事厅副厅长 1993到1995年 青海省统计局局长 党组书记 1995到1995年 青海省委常委 1995到1998年 青海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1993年 8月到1995年 12月 中央党校韩寿学院 青海分约领导 干部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8到2000年 青海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2000到2004年 青海省委副书记 省委党校校长2003年 5月 期间 2002年 9月到2002年 12月 中央党校省副级干部进修班 学习1998年 9月到2001年 7月 中央党校韩寿学院省副级干部 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 2004到2005年 青海省委副书记 但省长 2005到2009年 青海省委副书记 省长 2010到2018年 全国副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2010年3月 中央兴审闻 民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 2010年12月 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 2011年8月 2018年8月 曾补为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第15届 16届中央候補委员 17届 18届 19届中央委员